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 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原文科普 生活新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銀奶金掌煮 警告 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銀奶金 哇今天真的太開心了 我們請到的是我的老同事 然後同時呢 現在呢也是 大名鼎鼎的 這個靜週刊的社長裴偉 到現場來 歡迎裴偉 你好 這個今天呢 這是因為我們現在呢 同時廣播 我們也錄嘛 有影像 否則的話呢 我真的要站起來 為什麼 因為有影像 我一站起來的話呢 就會穿過鏡 為什麼 因為呢我們今天呢 要介紹的呢 就是裴偉的裴社長 廚房手記 名菜婦科及大廚秘方 還有父子記憶中的 家常滋味 為什麼說我要站起來呢 因為我正要站起來呢 跟裴偉致敬 然後鼓掌 太了不起了 我們因為是老同事啊 他以前在工商時報 我在中國時報啊 那都是時報系的 我知道裴偉會做菜 但是呢 第一個我從來沒有吃過他做的菜 第二個呢 我不知道他會做菜會做到這種地步 我覺得太誇張了 太離譜了 就是說這裡面呢 像那種什麼 這麼很難的那種紅情米糕啦 然後燉牛舌啊 然後那個料理鼠王的 炸菜肉 還有就是 你不但 因為你山東人 你不但呢 會做你們山東的那種會海鮮 你爸爸教你那種會海鮮 你怎麼可能連那種上海的那種 響魚 這種響魚燒肉 什麼通通都會做 然後福州菜 做魚丸 然後純菜根 然後連那個名符的那種 名符的那種很絕 很絕密的 那種牛肉根 都會做 裴偉你太誇張了 你太離譜了 就是愛吃啊 太誇張了 而且呢 我真的要鄭重推薦給大家這一本 呃 裴社長的廚房手記啊 因為他們在製作上面呢 我覺得對於所有呢 對做菜有興趣 或是想學做菜的人 這個編得實在太好了 因為呢 他每一個步驟呢 都用這個照片把他拍下來 因為這個很重要 你知道嗎 比如說他當他在講到一個 那個蛋炒飯的時候 你說那個蛋呢 哦 原來那個蛋呢 是要 一個一個 砸在那個 乾的這個鍋裡面 那是屏東做法 就讓他乾的鍋裡面 我就想說 哦 要這樣子啊 然後呢 怎麼樣讓他 他這個呃 乾炒 然後後面這樣怎麼樣弄起來 這真的要看 你知道不會做菜的人 連這個都不會哦 哈哈 所以這個非常的好 非常的精美啊 然後呢一個個的步驟啊 然後裴偉呢 也非常令人羨慕的啊 呃 他的採訪生涯中呢 認識了非常多的名人啊 大老闆啊 政要啊 然後呢 然後呢 跟他們 他們也都是老陶啊 跟他們吃了很多好吃的 也學到了很多的菜啊 像台塑牛小排 第一次的獨家秘方公布啊 不過我們先來從這個名人的部分 你先來談你的前老闆吧 李之音 好 李老闆 嗯 嗯 我覺得特別是在這種時候 覺得很感觸很多吧 是啊 嗯 你裡面提到就說 你在這個 黎仙家裡面吃他的 洋男寶 對 然後在這個呃 吃洋男寶的時候 談到對於香港局勢啊 未來啊 等等啊 他的預估都很準確 那個是個什麼樣的場景 呃 那個是什麼樣的場景啊 其實 因為我們以前 不管在一週刊的時候 其實李老闆大概每個月 都會邀請主管上去他吃他家吃飯 楊明山對不對 對對對 去楊明山他家吃飯 那所以呢 這個洋男寶是他常備的菜 哦 真的啊 對 這個不分季節的嗎 不分季節 因為他愛吃 他愛吃羊肉 他愛吃羊肉 他愛吃南乳這個這個這個寶 所以我我常吃這個菜 不過呢 他在談這個香港局勢的時候 應該是我離開一週刊的時候 哦 對 那那時候的形勢變化比較大 對對對 你哪一年離開一週刊 你自己現在 2016年 2016年 哦 對 那所以那時候 呃 之前那時候已經經過了 就是特首 特首就是 對對對 要求特首 幾乎都在2016年那附近 發生的 對 然後278 啊啊啊啊啊啊 所以那時候你已經要離開了 對 我已經要離開了 欸 你是和平的離開嗎 是和平離開啊 哈哈 當時因為黎仙恩他 呃對於一週刊 好像已經就是 他當時已經要把他賣掉了 對不對 哦 已經就是 後來沒有賣成 賣成 對對對 然後他就要是大檢人員 嗯 他大檢人員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應該要負責任了 對 嗯 所以你離開 然後呃 去他們家吃飯 呃 離開是5月31號 嗯 那他那時候在香港嘛 啊 然後他回來8月的時候 他就找我去吃飯 嗯 然後呃 他找我去吃飯 我就跟他講 我想要再做媒體 他就說不要做了 哈哈 他說媒體沒有前途啊 他說你很會做菜 我投資你 你開餐廳好了 嗯 所以他就 我就說 他說你開餐廳只要做一道菜 就是用用 嗯 樂眼 牛排的樂眼 然後切下來以後 夾燒餅 他覺得台灣 尤其是 呃 東風街的那家燒餅店 那個永和豆漿那家 他喜歡那一家 他喜歡那一家 他就覺得那個燒餅是絕配 他覺得說燒餅裡面夾那個牛肉 絕對沒有人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賣這個 那個東西 嗯 然後他說 哎 他說 我拿20萬來投資買機器 做燒餅 然後呢 你來做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說 那個夾牛肉 他說會不會門檻太高 他說就是門檻太高 別人才不會學啊 嗯 有道理 嗯 對 所以那個 那那那那頓飯 我們沒有吃那個樂眼了啊 但是他談 他要他希望我開餐廳 然後做這道菜 然後做這道菜 後來製薇呢 真的是很厲害啊 他就是去買了那個燒餅啊 然後就做那個樂眼啊 然後看起來真的很好吃啊 哈哈哈哈 李仙吃到了嗎 後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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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對 沒有 那嗯 因為你在這個書裡面寫到跟李仙有關的就兩道 一個剛才你講的這個燒餅樂眼 一個就是南乳楊南寶嘛 對 那他當時對於整個的香港的情勢那種判斷 嗯 他他的看法是怎麼樣 他有預料到形勢會變化的這麼的快嗎 我覺得他已經了然於心他他已經做了決定 我所謂他已經做了決定就是說他當然不會預料到情勢變化多快 但是他已經決定要投入下去了 嗯 對 那他如果決定投入下去會有怎麼樣的變化 我想他都應該評估好 因為他是我認識的李老闆是個生意人 很多東西都機密的計算的 所以他一定知道他投入這樣東西的時候呢 他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我我記得我我們剛在做一週刊的時候 李老闆其實曾經說媒體不要碰政治 好 但是呢 後來他自己碰了 他就知道會有會有什麼樣的的發展 我相信 哎 他跟你們講媒體不要碰政治 對 這倒是讓我有點意外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媒體 都感受到這個一週刊進來的衝擊 然後後來是蘋果日報 對 那蘋果日報那個時候呢 叫進來之前的時候 其實李先有講過 他覺得就說不管是中國時報 或者是聯合報 哎這種文人辦報的時代就是過去了 對 好 所以這蘋果進來了 然後就 呃 翻角的 當然對媒體生態改變很大 可是怎麼會不碰政治呢 他自己的他自己的反共的立場這麼的堅決 啊他所謂的不碰政治的意思 你們也可以看到 你可以觀察到 呃 蘋果日報政治的版面是很少的 嗯 好 他認為 媒體不能介入政治啊 最主要是 是他認為媒體不能介入政治 所以他一開始就說 我們 我們有什麼新聞報什麼新聞 但不要去管他藍的管他綠的 嗯 對對 這是他一 一貫的立場 一貫的立場 所以說你說當他碰下去之後呢 他自己應該 那我想他可能自己介入香港的政治 可能是因為他 他 覺得 那個事情 他已經不是媒體人了 所以我印象裡面 他當時 開始碰政治的時候 他辭掉了香港 蘋果日報的主席 壹串媒的主席 對對對 嗯 他也是希望透過 這樣子切割 能夠去保住蘋果的 保住蘋果 可是現在就事與願違了 對 因為呢 林仙呢 是一個很 是個老饕 他會吃 也懂得吃 然後呢 他也是一個很豪爽的朋友 那所以呢 有好多的這個朋友呢 都被請去過 在他陽明山的這個家裡吃飯 我也吃過 然後他的廚子呢 很會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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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剛才裴偉提到說 一提到說 哇裴偉 你那麼會做菜 你就做那個燒餅夾 那個牛樂 他一說就說 我拿出錢來投資你啊 他就是一個這麼豪氣的人啊 那這個是 這個他現在呢 黎智英呢 黎智英呢 他被被關了啊 他這麼一個愛吃的人 然後懂吃的人在浴裡面吃的就當然很不好啊 其實想想也蠻 蠻辛酸的 不過這就是 是 黎智英的抉擇了 這個是呃 裴偉呢 跟這個黎智英的故事啊 這是他在這個這本書裡面的名人啊 嗯 名人懂吃的這裡面 好 一個很好奇的故事啊 他跟這個黎智英的對話 另外一個我很好奇的是 顧連松 顧連松 這個裴偉呢 寫他跟這個顧連松先生的這個非常的精彩啊 那個時候跟著這個顧連松 然後到處去跑這個新聞的時候呢 顧連松帶他去吃啊 講一下跟這個顧連松先生的故事 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他那時候他們去採訪 因為李登輝突然在春節期間的時候啊 跑去這個巴厘島啊 跑去印尼嘛啊 然後呢 他就在這個顧連松的房間裡面呢 就是看顧連松那邊勾 勾勾 去聯絡新聞 對 這段很有很有趣 沒有那個時候啊 呃 我想 我想我們都有分工嘛 嗯 那時候工康時報最主要就跟兩個人 我就是跟顧連松 陳志峻 就跟劉泰英 哦 陳志峻跟劉泰英哦 對對對 泰公 然後那次他們都是那一次呃 李登輝去那邊的要腳 對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劉泰英就透過這個黨營事業這邊跟 呃 印尼很多 對 要投資的啊 什麼的 做聯繫嘛 什麼 逼逼 然後呢 我想說我們呃 呃 我想了哈 呃 如果李登輝去那邊很多場面上的新聞 就 他一定會發稿嘛 但是場面下的新聞你就要看 你要觀察 所以我想說哎呀我就我就去去找顧連聰 顧連聰說你就在這邊待著 我有事情要聯絡 非常地好看 裡面呢 有他跟他父親的故事 跟他媽媽的故事 跟他哥哥的故事 跟他家人的故事 還有呢 他跟許多呢 這些名人啊 呃交往的故事 最重要的是 他跟他們吃的好菜 他自己會做的好菜 都在這本厨房手記 大家可以照著做哦 雖然呢 以我的個性來講 我看了這樣的書之後 我的第二個反應就是 裴偉我要吃 你做給我吃吧 哈哈哈哈 歡迎大家呢 呃 繼續的呃 收聽非碟午餐 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呢 回到非碟午餐的現場 繼續請裴偉來告訴我們 他的廚房手記進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非碟午餐的現場 我是尹乃金 今天非常的開心啊 呃 訪問我的老同事啊 裴偉 他現在呢 是靖州刊的呃 社長 呃裴社長的廚房手記 由呃 靖州刊 就是你們家出的嘛 對不對 你們家你們家出的 是靖文學出的 哦 靖文學出的 而且哦 靖文學做的真的也是很不錯 我們這樣子話題一直插開會聊不完 好 我們趕快呢 回到呢 裴偉這本啊 裴社長的這個廚房手記啊 呃 裡面呢 他提到呢 他和這個孤廉松先生啊 在呃 印尼當時呢 李登輝總統呢 到在春節期間跑去這個巴黎島 真是把大家都累死了啊 那他如何的躲在這個呃 呃 顧廉松的房間 採訪的這個精彩的內幕 而且呢 現在大家看到啊 在呃 這本書裡面呢 呃 顧廉松呢 帶這個裴偉呢 去吃他覺得最好的 這個印尼牛尾湯 厲害的這個裴偉啊 他竟然呢 就是復刻的把他做出來了 來跟我們先講一下 顧廉松的故事 你在他房間採訪的故事 呃 其實顧廉松我剛說過 他很會照顧別人對不對 然後他就呃 知道江炳坤的腸胃不好 嗯 他會請隨户 趕快送藥到他房間去 啊 然後會他會聯絡很多李登輝 接下來哪些哪些事情 跟該跟誰見面的事情 然後呢呃 其實顧廉松 在那個時代裡面 對台灣的外交貢獻其實很大 非常大 那時候台灣其實走不出去 都靠這些企業家 把台灣的這個知名都帶出去 所以他有個私人飛機 就到處帶 然後他帶的櫥子 到各個地方做關係 欸這個我這個我也是不知道 他他這麼他這麼用心 他用心 他 然後呢他他有他他跟我講 就是說他其實做外交 其實他就是要讓人家印象深刻 比如說我他跟我講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他說呃日本人吃鰻魚 不吃扇魚 嗯 好 然後呢他為了要讓日本的這個這個官員的印象深刻 他就做了扇魚 哦 然後他把 然後他先不告訴他這是扇魚 然後他們就吃了這個扇魚之後 他就告訴他這是扇魚 然後他 他們 嚇一跳 嚇一跳 他就他就哈哈大笑 他就是讓人家印象 他說外交就讓人家印象深刻 嗯嗯 好他常常找一些呃 他們不可能去碰到的這些食物 然後然後再破題告訴他是什麼東西 讓這些官員 這些不管是美國人或者是日本人 他們就印象深刻 嗯 然後他自己也招惠到這個問題 有一次他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皇后招待他吃一個東西說 這是吃全世界最好吃的東西你一定要吃 好他就吃了 欸 這個味道非常獨特 好 然後很甜很香 然後他就問說什麼 他說這是榴槤啊 嗯 然後他說他說這哪裡的榴槤 他說這是大象排泄後的榴槤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皇后也是這樣子桌下他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有一天他在花園裡面看著那些仆人到處追了一個大象跑 他就想說他們在追他什麼 就沒想到大大象就大出一個榴槤 因為大象吃東西湖人吞藻你知道 有時候會把整個榴槤沒有消化整個吞下去 然後當他在肚子裡面經過這樣子的酵素發酵之後 他出來這個東西 他是最美的榴槤 所以他們都搶著吃 真的嗎 對對對 然後呢 那跟麝香咖啡一樣 對跟麝香貓的咖啡一樣 所以你知道嗎 他自己也是受到這樣子的驚嚇 所以他就覺得說 欸 外交就是這回事 一定要讓吃的人很驚訝 哦 那如此的美味既然是這個東西 還那裴尾還好你沒有復刻那個 哈哈哈哈 那我們復刻不來的 大象台獻事後的留戀 所以你跟他們講 他們說外交上面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哦 欸那他帶你去喝這個牛尾湯 你們這個關係真的很很特別啊 我覺得這也是裴尾跟這些呃 他的採訪對象交往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你跟這些採訪對象就是望顏之交的感覺 對 但是呢重點就在於是說 其實呢他後來當了一周刊的社長 好 那金樓刊社長的時候很多呃 有些人過世了啦 好 對 但你在當一周刊社長 你對這些單位 你對這些人 對這些他們的企業批評呢 也沒少過欸 他們怎麼還都還把你當朋友啊 哈哈哈哈 呃新聞歸新聞 哈哈 新聞歸新聞 我的人還是一樣的 哈哈哈哈 欸這說真的這靠什麼 這靠我們呃 這樣子好了 我如果新聞本身沒有對他們呃 這樣子新聞本身不是錯誤的啊 不是假的 那麼我們對他們批評本來就是媒體該做的嘛 嗯 對那我覺得他們這些人也都這種啞亮可以接受 欸你有一定有 你這個人脈那麼多 一定認識很多人 那他們知道自己要被刊登什麼時候 你你接到的這種電話也不少吧 接到電話不少 哦 對 欸這個呃有一個傳說說 這個呃 近周 呃一周刊也好近周刊也好是不撤的 不撤 真的哦 不會撤 不會撤 你你你有你有時間可以說服我這個新聞是錯誤的 哦 那麼我就會停下來 黎先生也從來都不干涉你們是不是 黎先生不干涉 從來都不干涉 他從來不干涉 黎先生不干涉 然後呃 他他就說反正他在台灣也沒有朋友 那如果他接到電話以後他就說哎呦我我是不管這些事情的電話就請他打給我 啊 然後呢 那我我我我我就去面對這些人 啊 裴緯你在面對到這些壓力的時候你是靠吃嗎 我是靠吃 所以我之前也蠻胖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欸那我問一下就是說當當這個呃 菇仙就是我講的菇仙是小菇先生啦 就菇連聰先 菇連聰帶你去吃這個印尼牛尾湯的時候 呃你們兩個 因為你在裡面寫的很鮮活嘛 他在 就裴緯在他的房間裡面啊 然後呢 就菇連聰先就在聯絡事情聯絡事情 然後就發現說裴緯還在 好走走走我們帶你去吃東西啊 嗯 嗯他就是一個這麼這麼很容易相處的人 他是一個很容易相處的人 他做事非常的認真 好然後他會挑剔這個人做的好不好他有一定的標準 嗯但他平常其實很隨和 而且他非常照顧他的旁邊的員工啊 他是個很好的人 欸你看好你看他這個呃 覺得最好喝的這個印尼牛尾湯也不是什麼昂貴的菜 不是啊 對 然後呢你裡面寫到像比如說菇媽媽啊 他們做的那個呃麵線 對對對 麵線也不是什麼貴的菜 對對對 那呃呃然後菇成芸啊 他說菇成芸帶帶你去呃去吃一些小吃 臭豆腐都不是對都不是貴的菜好 然後所以你在裡面也提到 就是說其實呃 呃菇先生我講的就是菇董事長啊 哈哈就是菇政府董事長 他就對於你說你從他們身上學到的就是那種 真正懂吃的人都不是那種什麼鮑魚海生 對對對對對 這個這個你跟大家聊一下啊 好我覺得呃 對他們對我們來講 他們就大概就是富三代的的人 齁那我覺得這些台灣士生 我跟他們接觸的時候我就發現他們就是恰到好處 他們不不講究過 好比如說我們常常哎我就是像我們也都犯這個毛病 哎每次都做過多的東西 然後覺得說呃不這樣子好像不能代表我們的誠意 可是這些人不是他他會非常就說啊我我我我最能夠呃 最能夠表達我的誠意是在這些尋常的這些食材裡面 然後提煉出最好的味道 然後呢他會知道你喜歡吃什麼不喜歡什麼他會詳細的跟你談 然後呢他會讓你吃到剛剛好絕對不會過多或的少 嗯對這個這個東西的拿捏其實是非常我覺得是藝術 真的是藝術真的是藝術而且非常有門道對不過我覺得裴偉很厲害 就是說你看像比如說我們到路邊去喝一個呃牛尾湯啊 嗯你感覺哦好喝好喝好然後就結束了哈 對那裴偉呢他他厲害的地方是在呃你為什麼可以就是喝了這個之後 你可以從你的舌頭裡面去分辨出他的這個味道呢 因為裡面你說他裡面一定有番茄啊有洋蔥哈 然後呢可是你回來吃的時候你就他有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煮菜他是有順序的哈 對什麼先弄什麼後弄就你怎麼能夠分辨出他的順序 他有些是去跟大廚就直接跟廚師要食譜啦 可是這一道可是這一道你是沒有去跟人家要食譜的嘛 就是說那個香味他得有層次的什麼紅蔥頭醬弄 對可他也是有順序的你怎麼復刻呢 我奇怪哦你好厲害哦 呃第一個我覺得這道菜裡面一個靈魂是肉豆蔻 嗯好那我覺得這個很佩服你怎麼怎麼變得變味的出來啊 那要從我的經歷開始說起了 嗯因為我的第一個路線在官方時報是跑休閒產業 哦對然後我那個時候我我我在我的序裡面有寫了 我就是剛好台灣最重要的幾個大飯店都在那時候成立 然後我那時候跑休閒產業我去跟這些總經理聊天 然後就去試菜 然後呢我試菜呢以後我就當然就是職業傷害我就變得很胖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但是呢我試菜的時候我很習慣問問題 我就會跟這些廚師討論這個香料在什麼時候能夠發揮他的味道 好他什麼時候要下比如說呃我們我們都了解醋 嗯是酸的嗯可是你都不了解台中國的菜裡面醋是非常重要 是因為醋早放他會變甜嗯 嗯所以很多東西的的的的醋是產生菜的甜味嗯就是靠醋 但是他一定要早放才有這個味道如果你晚放他就是酸哦 所以每一種比如說我們煮那個呃紅比如說我們煮紅燒這個 呃魚啦不管是碼頭魚啦或豆腐或什麼如果我們最後用那個蒸薑醋嗆一下 這樣子不行嗎那可以那就是你你是喜歡他最後的酸味提出來的OK 可是你如果希望他的酸是沉在裡面但是他甜味出來的話你就要先放 哦原來是這樣啊對對對 所以你就說你會去跟但是我我覺得還是厲害就是呃很多跑 我們很多都跑這個餐飲的這個記記者嘛啊 然後呢美食家我們也這個認識很多啊 可是呢能夠呢就是光是靠舌頭的光是靠舌頭的記憶啊能夠讓這些的味道的層次出來 這還是有天分吧 哈哈我們不能說自己有天分 我覺得可能是跟呃不斷的愛吃嘛 哈然後喜歡跟人家討教 然後回來自己做慢慢慢慢就會就會熟練這些事情 這還是有天分我覺得哈哈 這還是有天分 因為這個是真的還是很厲害 因為呢你可以就是光是吃一道這個呃印尼的牛尾湯 然後吃到他那個他那個香氣一層一層一層 你有沒有嘗試過去去烤一下這個紅酒的那個試酒師 哈哈哈哈 對啊欸你什麼你從什麼時候發現自己這個舌頭這麼厲害 欸我從什麼時候知道就是我開始做菜的時候就發現我懂得吃 嗯 對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其實這種東西就是你一開始也不會特別注意到 後來就發現說欸我對味道的感覺是我覺得味道是是的感覺是訓練出來的 可是喔就說我比如說我的舌頭也還不錯啦那我也很愛吃啊 可是呢因為我剛才講這個舌頭的記憶呢 不是我不是我講是我們在錄節目之前的時候 我跟裴偉就在討教這個問題 那他就說呢 欸那他的這個舌頭的記憶不錯 我覺得是我覺得像比如說我就我吃我會吃啊 我會懂得就說啊這一家可能比這一家好那誰做的誰比較好但是呢我我不可能復刻 你知道嗎因為復刻菜呢他是要知道順序的對 所以我說你做這個印尼牛尾湯牛尾湯的厲害就在厲害說你也沒有跟小販 討教說你要先加什麼再加什麼再加什麼 可是你竟然可以這樣子 照著這樣順序這樣子 用你的舌頭這樣把它做出來這個很厲害欸 這個當然就是當然除了靠舌頭記憶以外當然你要了解西洋的這個菜它有一定的程序 比如說你一開始重點在於你那個牛肉清湯怎麼做 嗯那很多的味道就從那邊然後有那就是前味 然後接下來你要靠什麼樣的食材把後味提出來 那就是後面添加的東西 所以我我在裡面有講到說紅蔥頭是後加的 嗯對好有些東西是先加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大家他這寫的真的很詳細喔 然後呢那個拍照呢拍的很清楚 第一第二第三給大家可以學習有興趣好 有興趣的話好然後呢 呃你就算呢像我這樣子呢就決定決定直接呢跟裴偉說 啊這做來吃吃看吧的人 他裡面寫的故事呢也都非常的好看 我們剛才講了一個大老闆是顧連松哈 那顧連松先生的大公子啊顧仲亮先生呢也幫他寫了一篇序啊 那顧仲亮先生呢在裡面呢就寫到父親啊帶給他食物上的記憶 然後另外一位呢大老闆呢是王文淵 王文淵對 然後因為呢太絕密了啊 很多人呢可能聽過台速牛小排 但是沒吃過台速牛小排吃過台速牛小排的呢也不知道台速牛小排呢怎麼做 佩偉竟然在這裡面把台速牛小排的秘方給公布出來了 來請告訴我 請告訴大家 你為什麼那麼厲害 我告訴你其實我為什麼要把它公開 是我壓力大了 為什麼 我本來只是在自己臉書上寫 寫怎麼做菜教我兒子做 結果呢我們的美食旅遊組的的義君你可能也認識他就說 社長你寫的那麼詳細我們把它變成專欄好了好就開始變專欄 開始變專欄就等於是壓力回到我身上了 然後我常常盯他們這個東西寫的不夠好那東西寫的不夠好 那我自己變成專欄之後我就必須要求我自己了 那怎麼可以常常做一些我自己家裡的尋常美食呢 我就想說有些東西我在我有一次跟王冤吃飯的時候 因為他我們常常在13樓你也在台速吃那個牛小排 然後我就想到說外面都說牛小排 但是我知道外面的都不可能拿到秘方 我就我就很小聲的問他說 我們有我有我現在寫這個東西 總裁你知道我可不可以跟你們要一下這個你們的秘方 他說我不知道有秘方耶 他說他就愣了一下他也不知道有沒有 那他的夫人也說我也沒有看過他們怎麼教我做這個菜啊 然後呢第二天 他的你知道長期跟著王永慶先生旁邊那個總經理楊兆林先生 他們現在他是最高顧問嘛 他就打電話給我了 他說總裁跟我說了說你要秘方 哈哈哈哈 然後呢我就想到說以前我曾經處理過一次秘方 就是蔣孝勇先生 那蔣孝勇先生喜歡在長庚打球 然後你知道長庚的球場的house裡面就有提供這個台速小排 對他就喜歡吃他就常常去打球吃牛小排 然後呢他有一天就開口了 他就說哎我我家裡的廚子哦好我都叫他做做不出來 你們給我一下讓我讓我廚子做 那他開口了嘛 那楊兆林就只好請這個廚子說哎我們怎麼做的你提供給人家 他們之前沒有秘方的他們就因為 因為蔣孝勇要就把他寫下來了 啊寫下來以後呢楊兆林就交給了蔣孝勇 他說從此以後蔣孝勇就很少來打球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他其實不是去打球 他是為了要吃台素牛小排 所以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他才把他文字化 在此之前是沒有的 這就是三娘口述給他們做該怎麼做 結果我拿到這個東西後我也不好意思直接把公開 我就按照我自己的做法把他量化 是哎我覺得這個我覺得裴偉真的很細心 他說既然是人家的秘方他就不好意思公開 然後呢他就把他換成功課啦 什麼用他自己的話把他寫出來啊 但是重點都在裡面了 哈哈哈哈真的很厲害啊 就是嗯這個對他來講呢是雙重挑戰 第一個呢當長官很久了啊 已經很久沒有自己寫東西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呢就是在寫的時候呢啊就是要 嚼勁腦子第二個呢你看裴偉開口要到了 這個呃台素牛小排的獨家秘方 這也真的是很符合他過去長期來跑新聞的本領啊 就是代價是我要煮一次給他吃 哈哈哈哈 這真的是很小CASE哈 就說很大本領就說獨家新聞就是靠跑出來 對我們先進廣告馬上回來謝謝 歡迎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我是尹乃金 那是去吃什麼鮑魚什麼不是他告訴大家的是臭豆腐炒泡菜啊 然後明福啊明福台菜的牛肉根然後漢來明人坊的啊三分俗氣三分俗氣真的非常好吃 然後呢教大家怎麼去做那個蘿蔔牛奶堡這是第一部分 然後呢大廚這樣做呢跟著很多的這個大廚 然後就知道周杰倫愛吃的這個菜啊然後白憲友先生 白老師他們家的這個名菜啊 好伯春的獅子頭啊 好伯春的獅子頭你應該吃過哦 然後對但是講到獅子頭呢我就有很多意見了 因為呢我家的獅子頭我覺得最棒 他這裡面有非常多的名人啊 然後邱老闆也曾經是我的老闆 邱富生啊的大排骨湯 然後很多的秘方菜啊 嗯還有最我覺得最讓我覺得非常有味道的呢就是呢 他的家庭餐桌啊 裴偉家庭餐桌 而且呢裴偉這麼會做菜是因為有個會做菜的爸爸啊 你爸爸怎麼這麼會做菜啊 他一個山東人 嗯然後呢資深來台 然後這樣子可以 他的手藝是怎麼學來的啊 我我是不知道他的手藝怎麼學來的 就是我從小就知道他會做菜 哦而且你們家是你們家都爸爸做菜男人長廚的啊 男人長廚 呃平常當然我媽媽也會做菜 嗯我看你書裡面寫你媽媽也很會做啊 對對對但是大部分都是我爸爸做 真的啊 哦他習慣做菜 而且這個裴爸爸他這個不只是說他會做的菜很難耶 他不只是說我們說山東人啊就擀擀擀個什麼包子啊饅頭啊 不是耶他怎麼會海生啦 嗯然後還是滷菜啊 哦然後可是不就是一般人想起來很難嘛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呢帶你去釣魚啊 嗯哦 然後這個弄什麼鳳螺啊 就是他的路數也很寬廣耶對不對 對 所以這讓你難忘的那道菜就是那個魚 哈哈哈哈 對 對那個鯉魚那個豆腐 嗯我覺得好好好感人 哈哈哈哈 說一下吧 成長期的的挫折 那因為因為我從小會讀書嘛啊 所以家裡對我有期待 那那我也也也也讀了建宗 他們就會期待說你會搞得很好啊 那所以呢 呃我每次回家的時候 我爸爸就去釣魚 然後他就他因為他我們家下面這個暖浆河很漂亮 他就基隆 對對對暖浆河 然後呢 這個這個暖浆河每一個彎道有什麼魚他都非常清楚 嗯然後呢 那個魚等於是替他養在那邊的 那我要回家他就知道去那個大岩石那個地方去釣鯉魚 然後呢我每次回來我媽就說啊 剛剛你你回來的好臭巧啊 你爸爸釣到了紅尾鯉魚 那是哪裡是臭巧就是知道我要回來去釣的嗎 然後然後 希望兒子里悅龍龍門呢 對 一舉進台大 對對對那這種這種東西 無形的壓力就框在你身上你知道嗎 嗯 然後呢就吃那個魚當然味道是好的 可是你心裡是複雜的 那當然後來我沒有考好 然後呢 呃呃我爸爸 我們家就有一陣子沒做 後來又做了 那我爸爸就說 反正書是你要讀的 好那以後你要怎麼發展也是你的 好那家裡面當然都對你期許好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知道你未來要怎麼走這個路 那呃 後來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爸爸就過世了 嗯 所以我就長久以來不太碰鯉魚 就心裡有一個這樣子的事情 後來我在吃到這個鯉魚的時候 因為我跟你講過 我在工作上第一個路線就是休閒產業 那時候大陸剛好開放 嗯嗯 然後呢我就去跑這個旅遊 好 然後當時你知道那個兩岸的旅遊是非常熱的 我就到了開封 在那個藥門龍門的地方吃到了這個鯉魚 那為什麼會吃這個鯉魚 是我要吃豆腐 因為跑旅遊的人都知道 對到一個地方要吃豆腐 你只要吃了豆腐就水土可以浮 真的有這個真的有這樣子 他們就是習慣說 是 你問所有旅行士他們都說 哎你到這個地方先吃豆腐 嗯 好所以呢 我就點了這個豆腐 哎豆腐就有鯉魚 嗯 結果我就發現很怪的 他們有一個有有有把面炸了掛在上面 像個網一樣我去心裡想說低估這個鯉魚到這個地方是要要龍門的 結果被你網上來以後他要什麼龍門啊 哈哈哈哈 我當時心裡就低估了一下你知道嗎 然後呢我就想說那次吃了鯉魚之後我心裡好像就解禁了 我後來回來也在鼠魚館啊吃鯉魚 嗯 但我心裡的那道鯉魚永遠就是以前高中的時候爸爸做的那個鯉魚 嗯 對 哈哈哈 裴偉的這個書寫啊真的非常好看啊 你看我那個除了這個鯉魚故事之外 他裡面呢還有一道呢就是那個魯牛劍 魯牛劍 魯牛劍呢是他哥哥交給他的啊 嗯 嗯就是他哥哥呢裴偉的哥哥呢後來也是因為肝癌過世啊 肝癌過世啊 然後在他就是在病床上面呢 嗯就是盯著這個裴偉做完這個鯉魚牛劍啊 而裴偉呢之所以 嗯做就是這一次他這一次出 他一開始就是做菜 然後把做菜的程序拍下來其實是為了兩個兒子啊 對對對 哇你們家這個你們家這個你們家這個這個傳統 日本都把動画 sausage好用건很特別啊 人家以前呢都是呢 這個要嫁女兒之前 哈哈哈 比如說這個媽媽呢交個幾道菜啊 或者是說噢出國去讀書之前的時候呢 大家就去買早期再 那时候就去买富培梅 买富培梅食谱 后来呢就可以买这个陈安琪老师 就富培梅老师的女儿的这个食谱 哇你们家这个爸爸做菜 能够弄给你 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看 就怎么样 你那个你那时候教他们时候 他们有没有兴趣 他们一开始当然没有兴趣 我就诱拐他们 我就说我告诉你儿子 现在的女生 都像你妈妈一样漂亮 但是不会做菜的 你要追女朋友 你最好会做菜 你多了一个生存 而且你会做菜 搞不好你就很容易追女朋友 他们听进去了 只有这句话他们才听进去 他们才不想说什么出去出国 什么要煮什么菜 但是为了追女朋友 他们就决定跟我做菜 结果后来 你教他们第一道菜是什么 牛排 最简单 最简单 因为我想说他们可能要出国 那最简单买回来的东西 就是牛排怎么煎 所以我里面邓友葵 教我做的牛排 而且我就说因为他这个整个的步骤 都是都是拍的这样子想想细细 所以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你拍这个照 你一开始拍照不是为了出书 是为了我儿子学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因为你拍这个 因为这个比影音好你知道吗 因为你手写的这个食谱 然后再加上拍照 因为影音看好久 然后呢 你在编作的时候 你看这样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就学做菜的人可能就觉得 这样过去了 那这部分到底该怎么样 你还要再往前推一点 照相 他就是真的是 对对对对 就好像手把手的 在跟在教小孩子学写字一样 对对对对对 你如果是我的连友 你就发现 这个书有时候有几个步骤 把它省略掉 我那个都是十几张照片 每一个步骤 然后用手机拍的 结果他们就说 社长 你手机拍的品质不太好 所以要出宿舍是灾难 你知道要重重做重拍 因为你知道 我自己会 我我爸妈 我妈会做的菜 我一道都不会了 但我基本的我知道 可是我就知道 就说为什么拍 你拍下照来很重要 因为呢 对于完全不会做菜 比如说你讲滚刀块 对对 他不知道什么叫滚刀块 把刀子拿来滚 所以你说裴卫 真的很动人 这是真的是一本 很动人的书 那你这书 然后你后来写了这么多道了之后 他们有没有做给你吃一道过啊 有啊 真的吗 对我后来就会慢慢慢慢的 叫他们说 比如说像炒那个螃蟹 一开始炒那个料 我就叫我儿子炒 对对对 他们会会不会做 你知道他们炒料而已是不是 你知道他们炒料而已 因为我 他的到 他陪陪做菜太难了啦 不是 重要的是 我在教我儿子做菜的时候 我突然间警醒到一件事情 因为我爸爸是个很严格的人 我很怕复制我爸爸 对我儿子很严格 我以前我爸爸很兴趣广泛 他的兴趣都是我的灾难 他喜欢养鱼 我就必须假日去挑水 你知道以前哪有现在 放药 放什么二氧化碳 都是去 去那个 山边那个 那个清水的西建里面 去捞水 抬回来 然后换鱼缸 所以呢 我爸爸喜欢什么 其实我们 我们都是我们的灾难 所以呢 他的教法是很严格的 然后他喜欢碰的东西 我们就基本上是不碰 我是慢慢不知不觉 潜移默化学会的 然后我在教我儿子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 我开始严格起来 然后呢 我就很怕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绝军放任 我就 我就拍照 你 你慢慢学 你学的会到一个程度 我相信 他们这样子看着我做 我拍照 他们在 在点书上阅读 随时想要做这道菜 去看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复制 就达到我目的了 真是一个好爸爸 而且很现代的爸爸 你就说 不要复制 不要把你爸的兴趣 变成你的灾难 只有东西经验 再复制到下一代 对 所以呢 他们吃到的 想到的这个 陪伟爸爸的 做的每一道菜呢 都会是很甜蜜的 而且呢 我知道再次的表达 我的佩服 怎么可能有人呢 会做这个 西湖鱼丸 这种纯菜根 就是灾难 那鱼丸也会做 然后呢 料理鼠王的那个 杂菜宝也会做 而且他排起来呢 漂亮的 不得了啊 我跟你讲 我开始写这专栏 我才觉得是灾难 你知道为什么 我要吃 我要吃这个杭州鱼丸 就去买就好了 我为了要写这 我必须自己做 你知道吗 那个真是灾难 这件事情呢 就告诉呢 所有呢 当初呢 要他这个开专栏的 宜君嘛 对 您的目的达到了 对对对对 然后呢 谢谢你 谢谢你的提出来 要他这个写 写陪社长呢 写专栏的这个要求啊 让我们大家呢 今天呢 可以透过 裴伟的陪社长厨房手机 看到这么多的经典好菜 听到这么多动人的故事 谢谢裴伟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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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